兼容水墨的传统语汇和当代思维 台湾的彩末化发展 多元美感应存 中国绘画的历史悠久 所谓的彩末化 即使以五彩色的水墨化为基础 逐上色彩后便称为彩末化 其中有淡彩与农彩之分 处在国际文化艺术思潮 密集交汇的今日 作为立足东方观点 而向西方发声的彩末化 兼容水墨传统旅会与当代思维 在墨和彩各自独立探索 及如何融合彩和墨的优点 而推出新意的机制运作下 获得多元美感并成的各种创作形态 为台湾彩末化的发展 取得成绩与开拓的创作空间 同时也在广纳东西文化元素中 成就各民族 共同参与的创作平台 由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美术学系 与国际采末画家联盟 共同主办 美术系庄联东主任 与采末联盟 黄潮湖会长联合策展的国际性展览 除了剧集彩末精英画家共同展出 主要特赦是国际画家 阔籍亚洲及欧美国家 让采末画真正达到东西文化汇聚的状态 另一方面 则有更多年轻世代的作品参展 让传承的意义更加鲜明 也因为展览呈现的丰富面向 具足强大的能量 共构采末新活力 十方新闻记者 来依荣台北采访报导